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及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 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卡伦·贝斯 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维格纳和路易斯·弗兰克尔议员 星期四联合举行记者会 推出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人口走私受害者预防和保护法案 该法案目的在于打击人口贩卖所创造出的现代奴役现象 这项新法案以史密斯议员1998年提出 于2000年成为法律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案为基础 对人口贩子施加更严厉的惩罚 并在未来四年内重新授权1亿3000万美元的资金 通过提供政治庇护和住房协助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起诉人口贩子预防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人口贩卖现象 长期致力于打击人口贩卖和提倡全球人权的史密斯议员表示 该法案推出20多项打击人口走私的方法 他说 法案的一些亮点包括教育青少年如何避免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这样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如何识破人口贩子 了解这些贩子如何诱拐和欺骗受害者 许多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很容易成为人口贩子的目标 然后开始吸毒 他们的生命就被摧毁了 除非他们很快得到援助 另外法案还帮助人口贩卖受害者重新融入社会 为他们提供就职训练 另外法案还涉及美国联邦政府选择承包商的过程 法案禁止美国联邦政府把合同给予任何对人口贩卖知情不报的公司 另外法案也建议在联邦政府雇员出差时 应尽可能选择设有打击人口贩卖项目的航空公司或旅馆 史密斯议员表示 如果航空公司能为员工提供训练 让他们能立即察觉飞机上有人口贩子进行人口走私 他们就能够通知执法人员 在飞机降落时立刻把这些犯罪者逮捕 史密斯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 说明该法案如何能够帮助打击在亚洲地区发生的人口贩卖活动 他说 这个法案拨款给国务院人口贩卖办公室 国务院现在有50多名外交官和职员专门负责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另外依照现有法律 我们在全球的大使馆必须就人口贩卖行为进行记录 这个法律更加强化这一职责 我们也希望这个新法律能让国务院在撰写人口贩卖报告时 把其他政治考量推到一边 我们希望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能出卖那些受害者 史密斯议员表示 国务院在去年人口贩卖报告中 错误的为把14个国家列为人口贩卖情况最恶劣的国家 其中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马来西亚 他希望今年的人口贩卖报告能够正确反映出那些国家的情况 美国费奴运动巨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曾曾曾曾孙肯尼斯·莫里斯 也到场支持这项法案 他说教育是打击奴役现象的重要工具 美国之英国会记者张佩芝 玉安采访报道